每到上班時間不少人為了趕地鐵快步走電伏梯 但10月開始日本名古屋規定在電伏梯只能好好站著 不能上下行走 不同於台灣名古屋民眾搭電伏梯的習慣是站立在左側 把右側留給趕時間的人 為了減少電伏梯事故風險 車站還派出人員站在右側 提醒大家不要走動 就連電伏梯的階梯上也秀出警告提醒 要乘客們站穩站好 但其實禁止行走的法令早在兩年前 齊玉縣就已經實施 實驗也發現其實不走動 運載的乘客數量比較快也比較多 然而禁令一株卻沒法則 不少民眾認為若是趕時間 恐怕還是會忘了安全性 習慣性地走電伏梯 或許還是只能慢慢改變 降低相關事故發生 在新聞 黃泉英報導